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师,欢迎收看本期大师关键来关这把虾哥的雕刻张狂 我刚刚想说虾哥最近都爱打张狂 张狂雕刻这刀阵容的话 他没有点脆火 没有点脆火就是硬着来了 还好吧,这个位置抓到祭司其实挺香的 但最好是逼一逼 不要让他有太好的一个身位可以进医院 我觉得当时可以再用雕像逼一逼 把他往踢枪里面逼 这样的话可能一个擦刀他都冲不到医院 然后用雕像一封 这个祭司可能倒在外面会更加舒服一点 你让祭司进到了里面 那不管他是满血半血甚至只有四分之一血 他都是一条活鱼 都是一条活鱼 这一时半会儿处理不掉的 因为这个就是如果说是一个那个邦邦的话 我觉得还好 但是雕刻家想在这个医院里面抓祭司 蛮难的一件事情 蛮难的一件事情 还有先知还有一只鸟 这里的话祭司一个洞到地下室 不过没关系 先知有一只鸟的 叫一只鸟对吧 上二楼还能玩 叫一只鸟 鸟没给上 鸟没给上 也不关我的事啊 这是鸟没给上 对不对 鸟给上他是不是能上二楼 上了二楼以后 这边对吧 兜兜转转绕一圈板子下一下 是不是说不定还能再续出一个洞 再续出一个洞 一个洞 不不帅呀 这个导播是谁 这个ob不行呀 这个ob怎么这么菜 那前方拉了半颗球没发现 竟葛在那边扯皮呢 这波撞的哈 你要给上 好吧 冲医院 冲小房吗 冲小房那关键是冲小房 他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 冲医院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 就是我能遛起来 冲小房你是遛不起来的 搬夹 能不能夹到 好的 夹到了这边 口子一刀 漂亮 当时我觉得最好就直接要一只鸟 强行冲 冲医院 对吧 这样的话呢 进了医院 如果说有一个洞 对吧 洞一打 距离拉开了 上二楼 那牵制起来了 也行嘛 这把波波这个前锋给力啊 这个前锋给 这前锋这一波撞完以后 可以看到外面三台机了 当然 虾哥这边的话呢 他差一段存在感到二级 他如果说能稍微夹一下的话 到二级了 这个局也不好说 虾哥是有可能能打翻回来的 求者的话可以救一波 趁着还没到二级来救一波 反正他的存在感已经很高了 对吧 也不差这一点点 不如来救一波 救一波 无伤呢 还是 这里突然之间 本来是无伤的 突然之间 这边的雕像伤害打出来了 然后前锋这边还挨了一刀 那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我觉得这把虾哥有的赢啊 下一波前锋要撞久 前锋要撞久 机子的话不太够 这机子不太够 差一台 前锋撞 千人的时候不要撞 救的时候要撞救 撞救完了 让这个祭司进医院 帮忙掩护一手进医院啊 这半颗球差不多够 但波波这边好像 不是这个想法呀 不是这个想法 那外面最后台机 修得很难受的 万一这边 傭兵跟先知里面倒一个 这个局可能就 奔着多抓去了 波波来了 波波来了 来镜头给他波波 你不要过来啊 就把波波说你别看我 还行还行还行 救了救下来了 说不定还能撞一波呢 哦 他没薄命 没薄命也得撞救啊 我感觉还是撞救好一点 这样的话前锋硬保 虾哥这边牵的稍微的有一点点草率了呀 没扛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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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你还敢来 把你给打了 机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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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能量 好想能量 我去 这波有一说一 刚才 前锋在脸上面 虾哥硬牵 稍微有点点亏啊 这边雕像没有 再波一抽刀 好的 难道要三跑 不好说呀 这把波波成神了 波波给力 第一波撞到位 第二波撞 可能虾哥觉得他没球了 我估计虾哥觉得他没球了 这里傭兵先知不会来扛刀吧 这没挽留的 走了 傭兵来扛刀了 傭兵来扛刀了 就看一组啊 就看一组雕像 四跑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